剛剛拿完新人獎 銀獎新的軍 突然說要說你 你覺得實話是怎樣 其實都很不開心 而且真的很驚訝 公司直接說的 其實都有一點點警告 都有去錄音室 錄新歌 但錄音室也無法達到公司的要求 甚至是自己的要求 我自己也覺得 唱歌各方面 很需要多大的進步 所以當時公司就覺得 既然錄音室出來也不太好聽 我們不會出 所以就叫我 不如你再花多點時間去裝備自己 記得你說過一次開會 就告訴你真的要說你 當時你立刻哭了 立刻哭了 我又這樣說 我真的很坦白 哈哈哈哈 又是 立刻很不開心 因為你真的沒想到 可能之前的成績是這麼好 但無緣無故會這樣 那之後會想什麼方法去補救呢 之後都沒有停過 不停地去作新的歌 所以其實今年 解凍了 對 派得出來的歌 其實我上年找不同的音樂人 跟我一起合作 例如T媽 跟我一起寫了 Tatata 我第一首 今年第一首的 Plug 還有今次人間失格 就找D.J. Howie跟我寫 周袍爺幫你拍MV 上次Tatata 是啊 其實因為我覺得 我上年去到一個項目 我知道自己 如果還是跟自己在寫歌 那不會有什麼進步 想多點合作增加Creative 是啊 吸收一下別人的東西 還有我 其實上年我都有請教過周伯豪 關於雪藏這件事 因為我們有大家同公司 但現在不同了 她走了 覺得失去的靠山 你不要掛念她 她也會這樣問 但我又不覺得 雖然她不是跟我同一間公司 但我們大家都會聯絡 她陰容院在 你放心 她也好 她也好 真的很幫 最大的意見給你 幫到你 是什麼 實質上 其實 很多東西 因為我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都會跟她說 例如去年公司 看我的社交媒體 就覺得Ju好像經常 懂得去行山 所以她真的開了Instagram 逐張相片和你分析 這些就OK了 因為是在說音樂 她有耐性 是啊 她就說 你可以一次過拍十幾張 然後你就分時間貼貼 我先讓你來看看 我先把她說 我先不去 你不是說 我先把她說 那是 我先不去 我先不去 我也要不去 感谢观看